斯洛文尼亚 Zaj Bordo gozi hujji中心, Slovenija gungha gosjenseng, ješala zunjang denšetaj gilu pindalda zonfam. In vremen, da ljudje na Kitajskem, ki bodo gledali ta film, bodo lahko primerjali evropske posebnosti, ki so nekaj drugega, od azijskih posebnosti in zlasti od kitajskih. Zaj Bordo gozi huj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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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托伊纳 今天这里要举办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说特殊是因为音乐会 并非在通常的音乐厅里举行 而是在山脚下的这处地下洞穴里 这座地下音乐厅远近闻名 欧洲许多知名音乐家 指挥家都曾来这里演出 今天的音乐会将在晚上举行 工作人员要在这个洞穴里打起一座临时舞台 音乐厅面积约有三千平方米 高四十多米 能容纳近一万名观众 洞穴音乐会与普通音乐会有很大不同 由于溶洞特殊的地质构造 这里能制造长达十五秒的回音 非常适合演奏旋律悠扬的古典音乐 洞穴里的音乐会会带来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然而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 却并非为了聆听音乐会 真正吸引他们的 是这里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 一条二十公里漫长的地下长廊 连接着数不清的大小溶洞 织旧起一个庞大的地下洞穴网络 而音乐厅仅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座复杂的地下迷宫 蜿蜒曲折 幽暗神秘 却又宏伟 犹如地下宫殿 地下宫殿 这根洁白的石损高达五米 连同跟它毗邻的中乳石柱 是波斯托伊纳溶洞 喀斯特地貌最完美的象征 也是溶洞的标志性景观 斯坦格拉扎勒 是波斯托伊纳溶洞的导游 同时也是一位洞穴专家 据他介绍 这个神奇的地下迷宫 是200年前被人偶然发现的 致永远的地下宫殿山 河水流到这里会突然钻入地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怪异的现象令人们大惑不减 也让这一地区声名远拨 1818年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 决定来参观这块奇特之地 当时的斯洛文尼亚 正统峡在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联邦 为迎接皇帝的到来 小镇居民决定对洞穴进行一些布置 4月14日 当地人卢卡切奇奉命进到洞里 悬挂一幅欢迎的标语 卢卡决定把标语挂到洞内最高 最显眼的地方 卢卡爬上洞内这处高大的石壁 突然他看见石壁背后有一个洞口 他小心翼翼地摸进洞里 卢卡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他的意识好奇 竟然让他发现了一个埋藏地下千百万年的秘密 一个奇异的洞穴世界越然出现 卢卡不禁大声呼喊 这里有新世界 这里是天堂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波斯托伊纳融洞 将美丽与神秘汇集一身 卢卡爬上洞内最强烈的角色 卢卡爬上洞内最强烈的角色 这是波斯托伊纳融洞群最大的一个洞穴 洞内分为三层 洞顶到底部的落差达一百一十五米 相当于三十层楼房的高度 洞穴内还矗立着一座长一百二十多米 宽八十多米 近六十米高的山峰 山峰是由洞顶塌陷所形成 两万年前的轰然巨响 在波斯托伊纳融洞漫长的行程过程中 只是一次微小的意外 斯洛伯尼亚地处欧洲潘诺尼亚平原边缘 今天的潘诺尼亚平原在史前原本是一片海洋 大约七千万年前 古潘诺尼亚海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地球变动 海水沉降 海底石灰岩地层拱处成为高山 峡谷和平原陆地 地面水流沿着岩层断裂处注入地下 由于水能够将石灰岩的主要成分碳酸钙溶解 水流沉爽历经千百万年 最终造就出形态各异 难以计数的洞穴 今天在斯洛伯尼亚地下被发现的溶洞总数 超过了七千座 而波斯托伊纳溶洞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这就是造就波斯托伊纳溶洞的皮肤卡河 它平静无波 却经历漫长的岁月 打造出一个神奇的地下世界 无论是洞顶的中乳石 洞笔上的石脉 还是地面上的石损 它们都是水与石灰岩发生化学反应的衍生物 常年沉寂的结果 中乳石自洞顶向下生长 石损向上生长 当它们偶然相遇时 就形成了石柱 波斯托伊纳溶洞的中乳石 最早开始形成于五十万年前 绝大部分年龄在五万年左右 而石损相对年轻 大约在一万年前才开始生长 中乳石和石损生长速度极为缓慢 通常十年才能累积一毫米 这根石损年龄大约是一万五千年左右 如果我们将它的年轮与人类历史进程做一个对比 那么这里是公元元年 石损长到这个高度是1492年 哥伦布刚刚发现美洲大陆 而这里是1969年 那一年人类首次登上月球 这些便不动定 系管状的石头被称作 额管石 因为形式天鹅羽毛上的额管 而得名 它是中如石发于过程中最初的造型 额管石是广东环境最灵敏的监测器 只有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下 才能造就出这种色如白玉的额管 水就像一把柔软细腻 但却锋利无比的磕刀 雕琢出这个奇幻而又神秘的殿堂 这个神奇的殿堂 在波斯托伊纳地下 曾经沉寂了漫长的世纪 直到两百年前 被卢卡偶然发现 人们才得以领略他的壮美与神奇 而卢卡的这一发现 也彻底改变了波斯托伊纳古镇的历史 1818年 卢卡的偶然发现轰动欧洲 探险者 科学家 艺术家 还有猎奇的参观者分之踏来 最早到来的德国探险家 用喀斯特高原的名称来描述和记录 这里特殊的地质现象和自然景观 这也是世界地质学 喀斯特一词的来历 1819年 就在波斯托伊纳溶洞王国被发现后的第二年 卢卡成为这里的第一个官方导游 他用火把和蜡烛引导惊奇而兴奋的参观者 随着游客数量巨增 1857年 溶洞主要的地下长廊 修建了铁路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建造在溶洞中的观光铁路 游客中步伐历史上的众多知名人士 从国王 王后到政治家 艺术家 他们的签名被收录在永久保存的签名金册中 这是奥地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 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西西公主的签名 最后一位在签名册上留下名字的 是前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铁托 还有客在洞口石壁上 这些密密麻麻的游客签名 他们见证了小镇的历史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只有大自然的魅力依然 如今的波斯托伊纳 已经成为欧洲著名的旅游圣地 旅游业成为这里的主要经济支柱 从1818年至今 这里接待的游客总数 已经超过3400万人次 今晚在波斯托伊纳融洞演出的 是斯洛文尼亚国家爱乐乐团 斯洛文尼亚爱乐乐团成立于1701年 是欧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 此刻 乐手们正在做演出前的最后准备 波斯托伊纳举办融洞音乐会 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演出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这里举办的一场 圣灵将林节活动 战火也曾经侵照这个美丽的地下世界 二战期间 波斯托伊纳融洞一度被德国军队占领 成为他们一个秘密燃料库 这些被硝烟染黑的中入石 铭记着那段历史 1939年 巴尔干半岛笼罩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 战争将人类推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家园被毁 生灵涂炭 人们陷入痛苦的深渊 就在那个时候 溶洞里回响起了圣灵的歌唱 抚慰着战争留下的心灵创伤 给予人们希望 正是从二战期间 波斯托伊纳融洞开始定期举办 圣灵降临节的庆祝活动 并逐渐成为当地的一种传统 距离华 距离卢卡当年的发现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 可是波斯托伊纳 多年的洞穴探险经验 就在 在波斯托伊纳 在波斯托伊纳 一种学区的几所动物 寿命长达百年 据说 据说即便不吃食物 也能够存活近十年 洞源生活在溶洞黑暗冰冷的河水中 完全没有眼睛 与很多洞穴生物一样 把对生命的需求降到了最低 溶洞 蕴藏着生命 同时也与人类生存 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波斯托伊纳溶洞 考古学家曾经发现了 五十万年前 人类在洞穴内生活的遗迹 而在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上 波斯托伊纳溶洞 也曾经扮演着 人类庇护者的角色 这或许是欧洲现存最坚固 最难以攻破的城堡 一百多米高的悬崖峭壁 成为一道天然屏障 而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座洞前堡 古堡身后 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溶洞隧道 这里的洞穴深达十几公里 远远贯通于波斯托伊纳溶洞 是波斯托伊纳整个洞穴系统的一部分 蜿蜒交汇的溶洞隧道 既是躲藏于潜逃的密道 也是至关重要的挤养运输线 尤其是溶洞能够提供充足的水源 更是让这里成为一座敌人困不死的城堡 普雷德亚玛城堡最初兴建于十二世纪 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八百多年中 这里先后更换过几十位主人 他们大多是地位显赫的王室贵族和传统的骑士家族 古老的溶洞保护着城堡的拥有者 也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年延数百年的争斗 金戈铁瓦之声 曾经无数次在溶洞内回荡 波斯托伊纳溶洞 斯洛文尼亚爱乐乐团的演出已经开始 今晚演奏的是巴赫 莫扎特等著名作曲家的经典曲目 音乐再一次在大地深处回响 是对自然的赞美 是对生命的吟唱 伴随这些凝固的乐章 提味到的将是一次特殊的音乐盛宴 月升穿透时空 打破了掩埋地下几百万年的沉寂 大自然神秘的赐语始终在演绎 探索仍会积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